有 有 要给你看吗 你的工作是什么 我的工作是 大家好 我是雷们 中文名叫雷哥 我就是你们平常在MRT看到的 我跟粉丝们一起跳舞的雷哥 我来自中国 当时我在新加坡已经生活20多年了 今天我接受Hikaki的访问 要接受他们 38个问题的挑战 我期待着 年龄跟身高 年龄是 25岁 第一次在街上跳舞的心情 感到有点 尴尬不好意思 一天醒了变成滴滴可以做什么 我会大吃一惊 小时候的梦想 其实就是三个经文 用三个字形容自己 不是我说的 最后悔什么东西 后悔的是年轻的时候没有把英文的口语学好 喜欢哪个明星 其实我喜欢 年轻俠 唱KB点的歌 爱拼才会 营爱拼才会 爱拼才会 一直想做但还没有做的事 想做阿公啊 孩子结婚了吗 还没有 50多岁做网红感觉如何 感觉想不到 意想不到 最喜欢用哪一个Emoji 笑的 哈哈哈哈大笑那个 为什么会写 Thanks for meeting Be happy 因为我想想要感恩 如果每个人遇见 要感恩一下 碰到是为了高兴一下 就这么简单 想和谁一起合作 想和喜欢我的人一起合作 为什么选择来新加坡 我喜欢新加坡 我喜欢新加坡的生活方式 昨天几点睡觉 昨天晚上12点 你的工作是什么 我的工作是 有自己的生意在做 最常用的应用程序是什么 最常用的应用程序 目前是 TikTok 最喜欢的身体部位 手 因为手能做很多事情 想要什么超能力 让我变得年轻 聪明 新加坡哪里的粉丝最热情 AmoQ Tobayo 还有Westmore 还有Tumbenes 还有Eason 这几个地方 你会对18岁的你说什么 记住 不要浪费时间 年轻是学习和提高能力的最好时机 觉得自己是个怎么样的父亲 我应该是一个比较尊贵的父亲 早餐吃了什么 早餐一般吃 鸡蛋 面包 还有那些西兰花 最喜欢喝什么咖啡 Torpe Seco Song 最激励你的一句话 不要想那么多 去做吧 成不成 无所谓 花多少时间准备出门 三分钟 穿好鞋 穿好衣服就走了 最喜欢的榴莲品种 猫山kin 喜欢新加坡的什么 喜欢新加坡的天气 还有那多美食 最在意谁的意见 哇 儿子的美食 儿子对于父亲做网红 比他们红 有什么看法 很支持 非常支持 他们也很高兴 一天拍几个TikTok 一天最多的话 我发 有联系三天 花了75个视频 那么等于是在拍的时候 要拍100多次 因为有的粉丝 他用他的手机 来给我拍 他们自己发出去 儿子做过 最让你气的事 最让我气的时候 有什么事 不跟我沟通 我喜欢跟他们 有什么沟通 又是有什么事情 来跟我沟通 让我知道 如果他有些事情 大事情不给我知道 我有点不高兴 面对黑粉怎么办 如果他们 是针对我个人的 骂我个人的 没有关系 如果是骂我 以外的 比如我的家人的 我会立即屏蔽他 喜欢什么运动 跑跑步 做一些手的运动 对想追梦的年轻人 要说什么 年轻的时光非常重要 记住 不要浪费时间 因为这个时候是 学习和提高自己能力的 很关键的年龄 好 恭喜你接触了 38道问题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 好嘞 来 有 没有护肌 没有护肌 要给你看吗 没有 没有 皮肤是天生的 我从来不用护股品 我也从来不吃补品 可能你多流汗 要不是心情好 皮肤就正常了 最后呢 这38个问题 有些让我措手不及 都没有想到的 很突然的东西 但没有关系 我们是朋友 所以他们回答 我尽量想到回答 我回答不好的我也没办法 OK sorry啊 请我的粉丝们和喜欢我的人 帮这一次那个作品 点赞 开启小铃铛 评论 感谢你们 谢谢你们